耶利米书第28章 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嘉开始执政的第4年5月 鸡变人压缩的儿子哈纳尼亚先知 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的面前对我说 万君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恶 在两年之内 我必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这地方掠到巴比伦去的 都带回这地方 我也必把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 和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都带回这地方 因为我必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先知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面前 对哈纳尼亚先知说 阿们 愿耶和华这样行 愿耶和华使你越言的话应验 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所有被掳的人都从巴比伦带回这地方来 不过 你应该听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说的这话 自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已经预言有战争 灾祸和瘟疫要临到许多地方和强国 但预言平安的先知 除非他的话应验 人才会承认他确实是耶和华所拆遣的先知 于是哈纳尼亚先知把耶利米先知景象上的恶取下来 折断了 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面前说 耶和华这样说 两年之内 我必这样从列国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恶 于是 耶利米先知就走了 哈纳尼亚先知把耶利米先知景象上的恶折断了以后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折断了木恶 却要换来铁恶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要把铁恶套在这些国家的景象上 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们要服侍他 连田野的走兽我也交给他了 耶利米先知就对哈纳尼亚先知说 哈纳尼亚 你要听 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你 你竟使这人民信靠谎言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你离开人世 你今年一定死 因为你说了背逆耶和华的话 这样 在当年七月 哈纳尼亚先知就死了 谢谢大家